朕一直以为你是绝顶聪明的人 你值得为一个死去的女子来顶撞朕吗 主事 你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不应该杀海棠 没有人可以说朕做的事 不应该 这是死罪 是吗 你八十万大军的兵器 剑矢 军饷都在我手上 我一把火烧了它 让你三年之内都没作为 出卖我 我要你为海棠的皇宫代价 就不股为海棠了 我给你一把火烧了 我给你一把火烧了 给我写了 就不就有海棠 就不想替我 也能弄得 人的 江西四鬼 联手化解内力的本领 果然是武林一决 你承让 可惜 你们去青城山 叫三十六天罡就是一大错 你救了他们 你就是救了我 西弓大伙 想不到神侯 也会这种邪派武功 当年我非童子深 念不成金刚不害神功 但是 念了西弓大伙更好 多少人念了一世的内力 都是唯我所用 我查过你的武功 为什么进不得这么厉害 你本是失忆皇子 在天池回来之后 你武功大尽 但是还未到绝顶 怎么可能 竟然可以打败 不败顽童古三通 我现在明白了 明白什么 当年古三通 在太湖之盼占八大派 之后八大派一百零八人 全都死在太湖之盼 杀他们的 不是古三通 这些事 绝不会写在史册上面 因为知道这些事的人 全都死光了 是你 是你混在八大派中 逐个击破 然后吸进一百零八人的功力 你武功大尽 嫁祸给古三通 等他到太湖之盼的时候 见到的只是失衡遍地 而你就顺理成章 代表朝廷去捉拿古三通 不过 你怎么也没有想到 肃心会为古三通 挡你的半长 令你爆汗半生 够了 其实这忽然想起这件事 也会有点惭愧 但是朕登基之后 我们就会尽量忘记 我会找人改写这段记忆 不过 事顺利